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抄苏东坡 他用苏东坡的句子 我们都知道的句子 他一来就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然后接着呢 前面你还在停留在苏东坡 那个对影成三人 在中秋节这边把酒问青天 下一句他马上告诉你 三合吉许便 节风吹又生 他马上告诉众生 你们不要一直停留在 中秋节赏月的那种 月圆人团圆那种 那种千里共残倦的 那种状态里面 你要随时注意 这一颗月亮 如果在国破三合在的时候 在人心变坏 地貌产生改变 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的时候 不管是地震 火山爆发 还是那个战争一来的时候 整个三合都会变色 他马上告诉你 要有危机意识 他马上告诉你要有危机意识 三合吉许便 劫风吹又生 你们知道那个 那个COVID-19又严重起来了 有没有 而且他又变种了 他很残忍地告诉你说 之前不管你打几剂都没有用了 但那感慨说人永远不能胜天 人心越变越坏 你说好我多厉害 我发展几种疫苗 越滚越快 结果现在他又给你变种了 又变了好多种 然后告诉我 那天看到一则心乎说 你之前打的疫苗都没有用 那边打的人多冤啊 你知道要说什么吗 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 所以你看三合吉许便 劫风吹又生 他都在告诉你说 这个天运 天时跟人心的变化 那如果你敏锐一点 你一定要抓到这个天运 天时跟人心的变化 你会去想说奇怪 为什么community一直变种 我们一直对于这样的天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有所警觉 我们就会比较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做 那你说一两个人知道 一小撮人知道是不够的 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 像我们在讲英国的问题 如果每一个孩子小时候都有接受英国教育 他敢做太多坏事吗 举头三尺有神明 不敢耶 他想要说 哎呦 你知道最简单的那个 你饭没吃完 以前说 没有 那个地狱游戏里面讲说 饭没吃完 到地狱里面 你就要每天不断的把那个收水 什么饭吃光光 你看到那个你就不敢饭没有吃完 就类似这种 可是你拉到我们现在 有一群人在饥饿 可是我们每天的吃到饱餐厅 每天都有一堆吃不完的全部倒掉 我之前去花莲住在那个民宿 然后明明也没有住那么多人 可是那个食物就全部早餐全部满满满 那我就问那个老板说 哎你为什么明明没有这么多人 你干嘛弄那么多 他说如果我没有把每个盘子铺满 那个晚一点进来的人看到盘子没有满 他就给我打那个评价 打不好的评价 冰川融海青 洪流灭人顶 老天爷有制人的方法 那你们坏到哪里去呢 他冰川就溶解到哪里 坏到哪里去呢 他该释放出来的毒物 细菌就会出来 为什么要收啊 所以这个就是1840年要收尽众生的那个概念 那到甲晨9年 今年一样又是另外一个运 下缘九运的开始 又是另外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开始 你看风火烧不尽 干戈难止息 如果你看别的国家打仗 如果打到我们台湾了 我们要躲去哪里啊 台湾就这么小 不用打你了 团团围住了 烤番薯团团围住了 天然气不能进来 煤气不能进来 什么都不能进来 多久你就死了 他根本不用浪费一颗子弹 他把你团团围住你就死了 一阵子就自己死了 这怎么办 所以当你被团团围住都没有食物的时候 我们人怎么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烤番薯 你就烤番薯一定会被烤熟的 所以像这一些问题 我们是要怎么处理 风火烧不尽 干戈难止息 你每次他写出这一些来 后学都会心里都会很沉重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在解软文 一天到晚在知道说 他们在讲这些事情 冰川融海青 冰川下来细菌放出来 然后海平面又上升 那个低于海 那个海平面旁边的 那个全部层次都会变成水底层 海底层 真的海底层 全部淹到水底了 变成那个千年古层 几千年之后人家来看 哇千年古层 洪流灭人顶 你看这一些全部都是 所以最后他又说 这些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 是因为祸福本无门 善恶为人造 都是人自己招来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 我们跟我们的环境 我们跟我们的环境的 所有的这些问题 细菌释放出来 COVID-19 所有的这一些全部 都是善恶为人造 然后他下一句 他就马上从仙界的角度来讲 从天上天有好生之德的角度来讲 他讲天地本来就是有好生之德的 可是这个贪嗔呢 都是谁造的 都嘛是人造出来的 天下本无事嘛 都嘛是人去惹出来的 所以贪嗔由人造 其暴如影随形 以前都说隔好多代才暴 那现在常常最常听到就是县世报 因为没有时间再等到你下一代 隔三代 富不过三代 在这县世报 现在就是因为天时紧急 所以县世报 其暴如影随形 或不过此事 县世随夜长 或不过此事的意思就是县世报 该遇到的大灾小灾 就大劫难 什么各种劫难 就不会超过这一辈子 就给你要 县世报就给你如影随形 偷偷更快 因为天时紧急 那个冤亲再主也怕要不到 所以或不过此事 县世随夜长 就是这一辈子 不会过这一辈子 你不要想说 以后留给我的子孙了 没有了 谁做的就自己谁去藏 所以或不过此事 县世随夜长 工果找定数 器皿又何尝 我们所有的属于后天器皿 产生的这个生命有多长了 你怎么长 你也逃不过业力 所以唯一的就是 你要赶快趁有肉体的时候 赶快做 所以你看从整个大环境 整个地球的生态的一个变化 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 人性造成了 为什么论语讲说 不怨天不由人 你真正的 你平常富贵的时候 叫你不怨天不由人 很简单 我大小姐 我懂得不怨天不由人 我要吃有吃 要喝有喝 要什么有什么 你当然不怨天不由人 是在所谓的不怨天不由人 是在什么时候 在你逆境 在你病苦的时候 在你苦难的时候 尤其是你身上的 那个很大的病苦的时候 你还能够做到 不怨天不由人 这个才是真功夫 平常好好的 不怨天不由人 很容易啊 真的是在你 把你弄到一无所有 身体病痛到不行的时候 你能够做到 不怨天不由人 这个才是真修行的真功夫 一般人都很难做得到 你遇到的时候 刚开始你还会相信 好 可以 我试试看 怎么一年两年三年过了 怎么还是这样 哇 你就开始觉得不对了 不应该这样 应该怎样 你深刻去体会 不怨天不由人 怨天由人 这个成语 跟不怨天不由人 它多么的难 在逆境的时候 在身体病痛的时候 在遇到很多突发状况的时候 你说要不怨天 不由人 它多难 你说像我先生 莫名其妙 一发现 莫其半年 然后呢 我要怨天由人 还是我要从另外一个 完全不同的高度 跟角度 去想这个问题 当可以从不同的高度 不同的高度 不同的角度 甚至使命愿意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真的可以做到 不怨天不由人 而且最后剩下什么 感恩 剩下感恩 到最后剩下感恩 因为天上人间各自修行 天上人间各自修行 要不然真的 就是皮肤 皮肤到老 这辈子就白来了